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宋威龙的眉眼,洋洋的鼻子,蔡徐坤的嘴,组成一个颜值逆天的她。 要说到新生代小生里,浓颜戏帅哥的代表,会有不少。 人想到宋威龙吧,宋威龙的颜值可以说是非具有。 辨识度了,五官轮廓深邃且立体,尤其是眉眼给人的印象就是好浓。 眉毛和睫毛都非常的浓密,是一双自带眼影眼线效果的眼睛了。 除此之外宋威龙的身材也是十分的优秀,身高,182厘米。 肩宽窄腰大长腿,完全就是行走的衣架呀。 羊羊是国内的人气小生,也是同代小生当中的公认的神颜。 早年羊羊肝火的时候就凭借着颜值出圈过不少次,羊羊的五官非常的精致秀起,有一种二次元少年的感觉,可颜可甜。 而且气质非常的品拔,在人群中十分的出众。 羊羊近两年颜值变化也不算大,只不过气质成熟稳重了不少。 但依旧是十分令人心动的呀。 蔡徐坤大家不会陌生了,从刚出道就有着非常高的争议和热议。 以至于来热度都非常高。 蔡徐坤的长相也很有辨识度,比较寒细。 五官虽然称不上特别的精致,但是非常的秀气。 再加上皮肤白且胶原蛋白,满满看起来十分可爱。 有一种非常浓烈的少年感,是一个十足的清爽阳光临家男孩了。 上面三位都是公认的颜值出众的男明星,但是要说到宋威龙的眉眼。 羊羊的鼻子,蔡徐坤的嘴,组合成一个颜值逆天的他,这个人就是罗正了。 说到罗正大家可能会有些陌生了,他参过偶像练习生。 虽然最后被淘汰了,但是罗正从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平。 借着颜值圈了不少粉丝,之后更是开始出演电视剧,在当他恋爱时。 和不可思议的情郎里都有着不错的表现。 罗正最近因为。 一组照片受到了不少人的热议,有很多网友称他像是宋威龙。 羊羊以及蔡徐坤的结合体,不得不说高颜值的帅哥都是相似的呀。